第三个问题 关于这一个税法的效率与解释 税法的效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一个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出来以后 对哪些人有效 在什么时间段有效 在哪个范围内有效 这个就称为叫做税法的效率 所以税法的效率呢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空间的效率 第二个是时间的效率 第三个是人的效率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说一下空间的效率 既然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法 咱们的空间效率 大部分的这个税法是什么 是在全国范围内 是不是有效的 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当然这个全国范围内有效呢 个别特殊区域是除外的啊 可以除外 比如咱们国家的这个香港 澳门台湾 也包括咱们还有一些 是不是保税区 是可以除外的 这是我们 露前的情况 所以空间的效率 大部分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在地方范围有效 这种情况呢 在咱们国家出现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 不能说没有 也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后面讲支援税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一个 会讲一个水支援税 请问听课的学员朋友们 你们企业现在有没有交这一个水支援税 有没有交水支援税 或者听课的自来水公司的同志 自来水公司的同志啊 你们有没有交水支援税 那有的学员去说 欧老师我们交了的 欧老师我们没交 那我就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的 因为目前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呢 水支援税截止到我录课的这一天 现在是不是只是在十个省市 是不是征收这个水支援税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那这个就叫是不是在地方范围 只会有效 那再比如说 我们讲增值水以后 会给大家讲一个东西 叫全电发票 我们现在呢 正在推行是不是全电发票 但这个全电发票呢 目前还没有推广大 是全国范围 所以空间效率应该很好理解吧 就是要么是在全国范围有效 要么是在地方有效 而第二个呢 是时间效率 就是你哪一段时间有效的问题 那这一部分就建议大家 不要跟实际工作联系太多 因为还是要以考试为目的 这里讲的时间效率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生效 第二个是时效 第三个是有没有数据力的问题 什么生效呢 生效就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今天出台一个法规 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 然后理论上讲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税法通过一段时间以后 是不是开始生效 就是我今天通过 但是我宣布 从明年的1月1号 是不是开始实行 或者是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实行 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实行 这个是通过一段时间以后 开始生效 这种情况其实也蛮多的 对不对 第二个呢是税法制通过发布知识 生效 这比如我们出台一个规章 或者是一个法规 然后最后一条写的是什么 然后本规定或者本什么什么 从发布知识识的生效 对不对 也就是出台这个文件 马上就生效了 然后第三种方式呢 是税法公布以后 授权地方政府自行确定 14日期 那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少了 那考试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要知道 有这三种生效的方式 但是其实你要记一个东西啊 我不管你内心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这种方式 是通过发布知识 生效啊 不管你是否赞同 你给我记住就行 因为实际上 我们现在好多 第一种情况也蛮多的 就通过一段时间以后 开始生效 这种你翻一下文件 是不是好多 但是考试的时候 问最常用的生效的方式 是哪种 你选哪一个 那你就只能够选 只通过发布知识生效啊 没办法嘛 考试嘛 这个大杠 这个教材也是圣经 是吧 你要听他的 第二个是失效 失效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是新的税法 代替旧的税法 第二个是直接宣布废制某项税法 然后第三 税法本身规定废制的日期 这三种 你们闲的时候啊 就去网上查一查 你们看了一个文件 还规定 你比如像第三种情况 其实也是蛮多的 对吧 规定废制的日期 都很多 但是考试当中 你就要记住什么 最常见的税法 失效的方式是什么 是新税法 代替 是不是旧税法 有没有数据力 你就看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实体法重修 第二个是程序法 是不是重新 然后第三 是不是还有一个 有力竖籍的问题 这就是讲的时间效力 当然时间效力 再强调一遍 重点是两个点 最常见的生效的方式 选哪一个 是不是从发布 知识起生效 最常见的 失效的方式 选哪一个 是不是新的税法 代替了 旧的税法 再说一遍 不管你同不同意 都要给我记住 第三个是税法 对人的效力 所谓税法 对人的效力 平常讲的 就三种 第一种叫 熟人主义 第二个叫 熟地主义 第三个是 熟人 熟地 相结合 记住 这一点 我国税法 采用的是什么 如果问你 我国税法 采用的是哪个原则 你就要回答 熟人熟地 相结合的 是这样一个原则 为什么 其实不是我们国家 采用这个原则 大部分国家 采用的都是这个原则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够 框得多一些人 是不是来交税一下 那它是啥意思呢 你比如说 首先 以欧礼平同志为例 欧礼平同志是中国人 这是前提 中国人 那你看一看 如果欧礼平同志 在中国境内挣了钱 那在中国要不要交税 比如要不要交个恩税的税 那肯定要交了 我凭什么交 用哪一个来框 从熟人来看 熟人原则来看 我是中国人 从熟地原则来看 那我是在中国境内 是不是挣的钱 所以不管是用熟地 还是熟人这个原则 都能够框进去 更不用说熟地兼熟人 是不是都框进去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那这个欧礼平同志呢 哪一天跑到美国去挣到钱 美国去挣到钱 请问我在中国要不要交税 我在中国同样要交税 为什么 我用熟人原则 出来框里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第三种情况 比如托里老师 托里老师 他是美国人 有一天他跑到中国来 在中国境内挣到钱 他要不要交税 要不要交税 他要交税 那你说他是一老美 他凭什么在中国来交税 因为你的钱是在中国挣的 那这种情况 按照熟人原则 是不是框不到的 我按熟地原则 是不是来框里 那第四种情况 托里老师是美国人 他在美国挣的钱 要不要在咱们中国缴纳 个人所得罪 那这种情况 你不管是怎样的 都框不到他了 因为熟人原则来看 他是老美 熟地原则来看 他又在美国挣的钱 那如果咱们中国政府 都能够针对这种情况 来征收 个人所得罪 那咱们是多么的厉害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熟人原则 熟地原则 熟人与熟地相结合的原则 是有什么意思 重点 记住了 我们采用的是哪一个 是叫熟人熟地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关于税法的解释 那这个大家就了解一下 就行了 税法的解释呢 施制其法定解释 即有法定解释权的国家机关 在法律赋予的权限内 对有关税法 这些条文进行的解释 就是发布一个规定 结果一看呢 好多人看不懂 那怎么办 举个例子 讲解讲解 这个就叫 知识解释 对吧 你比如 最常见的就是 像特别是我们一些法律 比如说刑法呀 之类的 因为它很精练嘛 觉得很精简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又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 这个时候最高法 是经常出一些什么司法解释 那我们说法一样的 它也会有这个解释 它的原则 一共有这样五项原则 叫文艺解释原则 立法目的原则 合法合理性原则 经济实质原则 诚实性原则 而按照权限分为三类 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 行政解释 而按照解释 迟度分成三种 字面解释 限制解释 扩充解释 这个呢 我把它放在讲义上 让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就不展开讲 第四个问题呢 是税法的这个作用 也是做一个了解 有指引作用 评价作用 预测作用 强制作用 教育作用 而经济作用呢 是税收的根本职能 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 处理分配关系的法律依据 宏观调控的手段 监督管理活动 以及维护国家权益 那这个东西啊 不同的写教材的人 有的给你总结三点 有的给你总结五点 我哪一天要去写一本书 我就给你总结八点 总结十点 显示咱们很厉害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啊 而在这一节当中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是关于税法 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一共是六个方面 就是与宪法的关系 与民法的关系 与行政法的关系 与经济法的关系 与刑法的关系 与国际法的关系 这一部分你就要注意了 不需要记忆六个方面 了解每个方面的含义即可 因为你肯定是记不住的 所以像这种内容 我在讲义当中 就给大家放的比较详细 那你讲的时候呢 就快速的过一下就行 你比如说 第一个关系 你说税法与宪法 是怎么关系的 我们从小的时候上学都知道 我们学过这样一句话 宪法是我国的 是不是根本大法 我们宪法是法律的法律 我们制定这些法律 是不是都要依据宪法 那好 问你 制定税法要不要依据宪法 肯定的 对吧 所以税法依据宪法制定 同时呢 它的地位 税法是属于部门法 地位你可能是地域宪法 如果考这种题你都犯错误 那这个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你就要好好的反省反省 那第二个呢 是税法与民法的关系 我们讲关系 你首先就要想到两个方面 一个是联系 第二个是区别 那所谓联系 税法与民法的联系是什么 我们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税法是借用了民法的概念 规则原则 注意是借用了 它的概念 规则原则 什么意思 就说我们很多东西啊 是在民法当中 是不是有规定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制定税法的时候 我就不用再去定义 比如我税法 我来定义 什么叫公司 什么叫个人 什么叫这个社会团体 什么叫分离力组织 你觉得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想遇到这种概念性的东西的时候 规则原则的时候 那我们直接就引用 民法的规定 对吧 有一个税中 当然这个也不是欧老师讲的内容 比如说 印花税法 因为印花税法 从今年这个 7月1号以后 就要开始这个 实施嘛 所以也是今年的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 比如 印花税法 我们对买卖合同 是不是要征收印花税 那什么是买卖合同 税法有没有必要来界定呢 他就没有必要来界定 但是税法呢 他只是规定 因为买卖合同呢 他会很多 然后我就界定买卖合同当中的哪些 是需要缴纳 这个印花税的就可以了 但他就没有必要 直接再去给你定一个什么是买卖合同 对不对 再比如说我们技术合同 那什么是技术合同 这个是咱们税法当中 就不用再去 是不是界定了 我们只需要去界定哪些技术合同 是要缴纳这个印花税的 这是他的联系 而区别呢 四个方面 第一个调整的对象不同 民法呢 是调整的是横向的关系 税法呢 是纵向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条 大家应该好理解吧 我们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 这个权利与务关系 而税法调整的是什么 是咱们纳税人 是跟国家的这个关系 那它是一种什么 是不是纵向的关系 第二 法律关系的建立及调整 适用原则不同 这一条很重要 我们民法当中强调的是 自愿公平 等价有偿 诚实行用 而税法呢 是基本上不适用上述原则 这个你就不要杠了 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最怕钻牛角尖 最怕出现杠筋 这种情况 有人说 老师你说的不对啊 你前面讲的税法基本原则当中 不是有这一个 是不是公刑原则 有这个合作信赖原则吗 那它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民法当中的这样些原则吗 但是我们说的是 税法基本上不适用上述原则 就问你 你挣了钱让你交税 你愿不愿意 你说我当然愿意 我挣得多我也交得多 这只是你说而已 真正让你交的时候 那你不知道心疼成啥样的 所以比如说民法当中 张三跟你是做生意 我要不要卖这个东西给他 是不是自愿的 对吧 但是你今天挣到钱 让你交税 比如说看我心情 我自愿交 我有自愿不交 可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 对不对 我们税收还有一个 是不是最基本的 是不是强制性的 强制性 再不还有一个什么 你民法当中是等价有长的 而我们税收强调的是什么 是无偿性 对吧 所以税法基本上 不适用上述原则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观点 重点是这个观点 第三 调整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那民事纠纷 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来解决 而税务纠纷 一般先由上一级税务局官服役 也就是你要 你一般的这个民事纠纷 打官司 那就打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税收方面的 你要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程序 程序法是优于这一个实体法 比如你跟税务局官产生争议 你首先都要把税是不是交了 才能够有负益 才能够有诉讼的权利 然后第二个 你还不能够直接走行政诉讼 你要先走这个行政负益 你对行政负益不符 你才能够是走这一个行政诉讼 所以它的调整程序是不同 而第四一个 手段不同 民法采用的是民事手段 比如违约责任 支付违约金 赔偿损失 而税法综合手段就多了 有民事性质的责任追究 比如补交所签税款 加是不是支那金 然后还可以给你 是不是行政诉讼 还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刑法 这是第二个 与民法的关系 与民法的关系当中 有两个小提示 是考试当中参考的 要注意一下 第一 处理民事纠纷 适用于是不是调解原则 而解决税收法律关系当中的争议 不适用此原则 这税法 这个税收的纠纷 一般不调解 但是有一个例外 例外是什么 涉及到税务行政赔偿的 可以适用调解原则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就OK了 第三个关系呢 是咱们的税法 与行政法的关系 联系是 税法具有行政法的 一般特征 调整的对象 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 据领导地位的都是国家 而且都体现国家单方面意志 解决争议的程序 是不是相似 而区别在于 税法具有经济分配性质 税法与社会再生产 密切相连 重点来了 记住 税法是义务性法规 而行政法大多为授权性法规 这一条要记住 税法更多的是规定纳税人的 是义务 所以它是义务性法规 而行政法大多是授权性 第四个关系 与经济法的关系 联系是 税法具有较强的经济属性 经济法当中许多法律法规 是制定税法的 这么一句 区别重点又来了 税法同样是义务性法规 而经济法基本上属于授权性法规 这是第四个关系 第五个关系 与刑法的关系 与刑法关系 同样有联系 有区别 联系四个方面 第一 调整对象上有衔接和交叉 第二 对税收犯罪的刑法 依照刑法的一关规定 第三 税收犯罪 通刑事犯罪的司法调查程序 是一致的 都具备明显的强制性 联系呢 是三个方面 第一 调整对象不同 又来了 重点又来了 税法是属于义务性法规 而刑法属于禁止性法规 同时 税收法律责政的追究刑事 是多重的 前面说过 比如说 有这个民事的手段 有行政的手段 有刑事的手段 而刑事法律责政 那就只能够是刑事的手段 包括自由刑 抓起来 对吧 以具财产刑 财产刑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罚金 什么没收违法所得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这里面重点 还是在这里 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 而刑法属于禁止性法规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脑袋就有点混乱了 我们要注意四个法 一定记住 税法是义务性的 行政法和经济法 是授权性法规 刑法是禁止性法规 能够理解什么意思吧 什么是义务性法规 就是税法嘛 什么叫义务性法规 你应该 是不是做什么事情 对吧 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你必须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是什么 义务性的 而授权性的是什么 比如我们这里的行政法 经济法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那这个是不是授权性的 然后第三一个 禁止性法规是什么 刑法是禁止性法规 就规定的是 你不能做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税法 更多的规定的是 你应该怎么样交税 你应该交多少税 这个就叫 所谓的 叫这个 义务性法规 最后一个关系 了解一下 这一个 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叫国际法 高于国内法的 这个原则 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 第一节的内容 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我们来看 一个小的题目 一个多选题 2019年的 就是考 这一个关系 关于税法 与民法的关系 看清楚了 是民法的关系 表述正确的 有哪些多选题 记住了 多选 一定是选 二到四项 不能只选一项 也不能够 把五项 是不是全选 这是我们在前言当中 也给大家讲过的了 民法与税法中 权利无关系 是对断的 那这个说法 肯定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税法 刚才说了是什么 是义务性法规 更多的是 规定的是 咱们纳税的义务 所以税法当中的 这个权利物关系 是不对等的 所以A就不能够选了 B税法大量借用了 民法的概念 规则和原则 选上去 C民法原则 总体上不适用于 税收法律关系的建立 以及调整 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他说的不适用 你就想自愿 自愿 再比如说等价有偿 那这个肯定是不适用于 我们税法当中的 然后D 涉及到税务行政诉讼的 可以适用于 民事纠纷处理的调解原则 这个是对的 这是一种例外 一 税法的合作依赖原则 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是对抗的 那实际上 他们就来自于 或者叫合作信赖原则 就汲取了民法当中的 诚实信用原则 所以这样的话 一就不能选了 于是咱们的答案也就出来了 选三项 B C D 这三项就可以了 这三项目的诚实信用原则 这三项目的诚实信用原则 这三项目的诚实信用原则